锦岸湘公所4号上午在福兴春花莲清水教会广场前 举办了传统歌谣及足语朗读竞赛活动 邀请到部落幼童、国小及国中等40位的学员 透过传统歌谣及足语朗读方式 传唱出自然朴实的动人歌声 让不管是三岁的小朋友或者是八十多岁的老大人 都有机会可以站在舞台挥洒自信 展现出精湛的学习成果 小小朋友拿着麦克风传唱出太鲁阁足传统歌谣 这是吉安湘公所10号上午 在福兴春花莲清水教会广场前 办理的传统歌谣及足语朗读竞赛活动 40多位族人、部分男女老少都纷纷站上舞台挥洒自信 所以他们参赛过程里面就是有将近有三四年了啦 所以他从小的时候两岁开始就有持续在参赛 所以就是让小朋友有点多一点经验 然后就是学习这样太鲁阁足语这样传承下去啦 有没有很开心 有 有很开心 有开心 很开心喔 为什么很开心 为什么很开心 喜欢唱歌 我喜欢唱歌 为期两个月的太鲁阁足母语教学课程 在日前已经圆满结束 湘公所为了展现出每位学员 精湛的学习成果 特别以公开的方式办理竞赛活动 并颁发结业证书 吉安湘33原住民的人数3000人 虽然在吉安湘不多 但是也具足在花莲县非常可观的这个原住民人数 所以我们针对于母语的传承 我们利用了歌谣朗诵舞蹈来作为一个学习活化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带来了非常多的实用的生活用品 来作为一个奖励 我们相信有好的奖励 有活泼的教育 有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学习 带给孩子更多的学习的一个兴趣 我们也希望让部落亮起来 让学习文化跟语言的传承更加的落实 吉安湘长游淑珍表示 吉安湘的多元族群共融 不论是在语言文化推广 产业人才培训 还是营造出多元友善空间 历史文资寻求保留等等 都是乡公所不断在努力的目标 希望能透过办理各项活动 凝聚起部落族群意识 让传统脉络永续 子孙代代相传 记者徐立晴吉安湘报导 赚了 赚了 推广